后面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其实里面有一个地方可能要 我觉得可以更好 就是说在我们使用 那个conif的时候 有选取黑名单 那个范围其实很大 我是建议如果说以后 那个范围很大的范围的话 我都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先定义一个名称 比如说A2到最下面的话 它的名称 我们直接把它取名称叫黑名单 这样的话 第一个不用管跨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你直接按F3 它就可以把范围的清单调出来 相对的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第一个 你就先把黑名单 假设名单我先复制 然后A2Ctrl Shift向下 如果你要把这个范围 定义一个名称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你直接选范围 再到它的左上角这边 这个窗格 你直接输入一个所谓的黑名单 用什么黑名单来代替那个范围 这样存取 其实后面还会提到 蛮多地方都会这样用 以后就是F3 调出这个 F3调出那一个 自然而然你会发现 做的就比较流畅一些些 然后把Kriteria条件给它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就做完 不过它的筛选 基本上 我们如果要录制聚集的话 请特别注意 先彩排 然后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你将来录制的时候 一定要先确认 你将来按钮会放哪里 你要从那边开始 你不要按钮本来在这里 结果你把它跑到这边开始 那这样子的话 它那个工作表会错乱 会将来程式一跑 机会怎么会没办法执行 因为你放错工作表 OK 这可能要注意 这也许你彩排过了 那我们开始录制 那录制的名称 也许叫什么 黑名单筛选 那比如说我这边 先给个 先不要用 假设我们录制给各位看一下 我大概就是demo一下 第一个录制聚集 名称的话叫黑名单筛选 我先用这个名称 因为我刚刚这个名称已经用过了 按确定 好 那确定 同时你就要开始注意 所有的动作都会变程式 所以你也不能录错 不然就NG的要重来 按确定 1 先切到查询名单 所以他会帮你 录一行叫什么 去此查询名单.slater 第二行游标放在B2 他会录一行叫 Range B2.slater 那再来你的公式 预先不用删掉 因为你直接在上面打个勾 他会帮你把这个formate 有没有 这个formular formular直接加到后面 不过会用什么R1 C1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向下填满 他把他向下填满 Auto fix 然后呢 再来就是筛选的话 就是资料里面的筛选 然后把你要的E留下来 所以把E打勾 按确定 然后再到A2的地方 Ctrl shift向下 我建议不要用滑鼠拉 因为如果用滑鼠拉的话 他会录到很多很多行 因为他什么score 一直score 什么一堆的 所以建议是用快速键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我也建议你用Ctrl C 因为好像右键复制 好像也可以 只是好像比较容易出问题 切到查询结果的A1 所以切过来这个动作要做 再点击A1这个动作要做 因为他才会帮你录一行 Ctrl V 他帮你贴上 这样子就完成整个流程了 当然我讲过了 如果你再贴心一点的话 你再切回去 然后再取消一下 不过我觉得那不用没关系 停止录制的话 就这边的话 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然后再来先把它取消掉 再录制一个什么呢 也许叫清除好了 清除里面的资料 我先不敢 因为这边有做过 按确定 1有没有要放A1 2Ctrl shift向下 3Delete 好删除了 然后停止 我们可以demo一下 也许没有做按钮之前 你可以先在聚集的地方 当然你要看程式是编辑 如果你要试乱乱看 有没有成功的话 你可以先执行 聚集1就是刚刚那个 按执行看看 有吗 好像有 应该成功了 OK 好 那清除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聚集2执行 OK 聚集2比较没问题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你可以切到什么 这个地方 聚集里面的聚集2 按编辑 当然你可以编辑之后 再去修改名称 没关系 而且你先不改名称 没关系你就先聚集1 然后确定OK 你再把名称改过 可以没有问题 我的习惯是什么 这个地方 如果有注解先拿掉 那你会发现 我录下来的 就是好像比较清爽 我看刚刚有同学录的很多 然后录一堆 那我的习惯是 确定OK之后 我再到每一行上面 加上1234的注解 那至于呢 1234后面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你在自己把它打上去 你刚刚自己做的动作 应该可以 应该都还记得啦 只是说你要赶快打铁趁着 赶快把你刚刚做的动作的 那个注解赶快打上去 所以这一行是游标放在什么 放在那个 有没有 去切过去的意思 所以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也可以顺便 顺便学习VBA 有一些物件 你讲我不会用没关系 他都会帮你显示出来 有没有 Active Sales 那个活动的储存格 的Formula 公式 R1 C1是用相对位置 帮你产生这个公式 然后自动填满 然后填满的范围 再来做什么 应该是这个 游标放在那个B1上面 做什么呢 做那个筛选的动作 所以后面我就不讲 因为大概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底下的话 你就分别把每一行 再加上注解 这边也加上注解 就筛选等等的 好 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做完之后 我这边有一个做完的 我有把它做成那个 改完的结果 你不会看一下 大概我把它区分成 1到7个步骤 这个在云端上也有 乱玩 上面都会有一些叙述 1是什么 2是什么 但是这些叙述 其实是你自己写给你自己 应该写给你未来看的 未来你可能即将忘记 到底做什么 没关系你就看一下 OK大概你做哪些事情 然后呢 就可以去执行这相关动作 但是刚刚会有个问题 什么呢 你点击这个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 画面会闪一下 因为它 这边好像城市有问题 没关系 有闪了一下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 要让那个闪一下的这个问题 不要发生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上面 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把那个画面更新 关掉的那个一个叙述 叫什么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 Excel自己本身 这个物件 Excel本身就是Application 点 画面更新叫ScreenUpdated 的一个属性 等于False False意思说 画面不要帮我更新 最后记得 画面更新完之后 还要记得怎么样 最后一行 把它再打开 不然的话 画面以后再也不更新 不更新的话 会变得怪怪的 OK 那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有刚刚的那个 画面闪动的这个问题 有关系把这个先改一下 指定到那个聚集翼好了 我刚会闪动一下 那现在画面不更新 所以它做完直接过来 它不会好像切过去 卡住一下 然后又回来那个感觉 所以最后这个Updating 主要是把那个画面更新关闭 这个刚刚 我全部都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这边请各位 也许可以参考一下云端这边 就这一行 记得尾巴也要再把它 记得把它打开 其他清除 那后面 还有更高难度的 不过今天时间应该来不及 后面还有什么 用VBA来转写程式 不是用录制的 我们要把刚刚的步骤全部 变成用VBA写 回去有时间的话 其实程式真的不多 就这么几行 就可以walk了 你不用录制自己写 另外的话 还可以更厉害 就是你要知道程式怎么转 回去有时间的话 也许可以先把这部分先看一下 下星期的话 下一次上课的话 还有乐透产 还有一个去抓网路大乐透的资料 像Google大乐透历史资料 你可以找到这个 总共有 现在有历年来 总共50个page的资料都在这里 如果你我希望一键按下去 可以自动把这50个page 全部都载到Excel里面的话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有 其实也是要录制聚集 请各位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预习看看 如果有时间的话 今天的话 时间也差不多 如果今天的话 就先讲到那个黑名单的资料 回去记得一定要再把那个 这个 今天的练习 一定要再稍微再 复习过 不然的话 后面可能会越脱离越远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要特别的注意 记得一定要动手做